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在2017年 2018年的時候 我們就說要給公務人員 政府部門的人加薪 來帶動我們全台灣的企業界的加薪 連續三年加基本工資 一年加一千塊 現在最低工資已經熱到兩萬三千一百塊 這個是有史以來調整最低工資最快的年代 我們把打工族的時薪也是從120元 連續三年一直調到現在的150塊 如果你的年薪是四十萬以下 就不用繳稅了 如果是雙薪家庭的話 你八十萬以下的收入也不用繳稅 如果是兩大兩小的家庭 年薪在一百二十萬兩千塊以下的 也都可以人繳所得稅 今年八月開始全台灣一體實施 如果你上的是公共幼兒園的話 你一個月只要繳兩千五百塊 你如果參加的是非營利團體 所經營的幼兒園的話 那每個月繳三千五百塊 如果你參加的是政府的準公共化的系統 也就是受政府管理補助的這一些 私立幼兒園的話 平均你一個月只要繳四千五百塊 如果你是在家裡自己照顧 或者保母照顧 或者是你 就讀一般的私立幼兒園的話 政府也補助你兩千五百塊 我知道在桃園這個地方還多了五百塊 這個是市長的特別的貼心 給桃園市民多了五百塊 我相信在今年八月開始實施以後 我相信大家都會很有感 我們有台商會來投資 我們也有外商增加在台灣的投資 再加上我們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 對內市產業的投資 這些國外的大廠 跟國際的這些大企業 都持續的在增加台灣的投資 為什麼對台灣的市場 或者台灣的經濟這麼有信心 台灣人才很多 第二個 台灣的生活環境很好 第三個 他說台灣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是非常的好 政府的決心很夠 而且政府也提供了最有效的投資的服務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Google 已經有兩千五百元 他還需要兩千五百 台灣將會是Google 在整個亞洲地區最大的研發中心 就是台灣有決心 加強自我防衛的力量 也只有台灣人自己有決心要防衛自己 其他的國家才會來幫助我們 這個國艦國造為什麼要做呢 或者國際國造要做呢 因為你做了以後 你才知道你整體的系統的建構的能力 而不是像台灣以前那樣都只是做零組艦 如果你整架飛機都你自己做 整個艦艇都你自己做 整個潛艇都你自己做 你那個整體的系統製造能力 會強化非常的多 一方面要守衛國土 一方面要發展我們國防的自主能量 一方面我們也把我們的國防產業 已經開始做起來了 海峽中線是好幾十年來 維持海峽和平的一個很重要的中線 越過中線的意思就表示說 你有企圖要迫害台海和平的這個企圖 我們絕對不會容許他把跨越台海中線 變成是一個常常發生的事情 以致台海中線失守 在一個民主社會雖然有連任自由 但是這一些言論 對我們的國家安全 對我們的社會的穩定 是有影響的 所以我們就請了一個無統的人士 請他離境 那我也告訴我們所有的國安單位 以後有這種疑慮的人 我們就請他不要來了 我們做了年金改革 讓這個基金的財務更穩定 更永續 他們不用擔心基金會破產 那現在的基金維持三十年不破產 那是沒有問題的 不是只有台灣有這個問題 全世界的國家都面臨到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人越活越久 所以退休基金的負擔越來越大 其實大家都面臨了年金改革的問題 很多的我的前任都想做 但是沒做 但是很多人也罵我笨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做 那付出了這麼多的政治代價 但是在我的想法裡面 只要是國家有需要 一個總統就必須去做 大家好 謝謝大家的觀看 喜歡嗎 喜歡的話請訂閱 並且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那我們會釋出更多的 獨家內容的影片 敬請期待